孕婦半夜肚痛,趕到醫院大堂行住山 老公嚇到過了一會兒,才懂得抱抱 司機衝進去找醫生 醫護人員趕到證實母子平安 福州這個孕婦,距離預產期還有一個月 星期三凌晨腹痛,老公陪她坐的士去醫院 誰知越來越痛,的士司機連續幾次紅燈 十七分鐘就去到醫院了 但來到醫院大堂,BB已經急不及待出來 那間醫院的醫生說,很少見分娩過程這麼快 通常第一胎分娩都要十幾個小時 第二胎都要幾個小時